来自宜兰的表演者黄轩怡 带着一把吉他唱着台语童谣 与台下观众互动 还有来自台北曾入选亚洲五十走坝的巴木 八台经理黄文善也在台上调制特色调酒 台湾观光代表团赴洛杉矶举行观光推广会 期盼透过多元文化等有趣的人事物 与北美旅游业者建立联系管道 洽谈商业合作 我们希望他看到我们台湾的文化的多元性 包含我们有环岛的铁路 我们有骑自行车的体验 然后我们还有非常多是海岛 所以我们有很多清水的活动 那他希望可以比较长的时间来规划他们的旅游 选择台湾作为他们旅游的目的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代表狼秋营 也向洛杉矶业者介绍台北 包含文化多元自然生态等旅游特色 并宣传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 加州旅游业者瑞吉威探员 人们对台湾认识不多 希望透过观光推展会 更认识台湾 有机会也要带团来台体验不同文化 洛杉矶当地的台湾餐厅 松河面装也在现场制作挂包 大受欢迎 经理也分享这家餐厅在洛杉矶成功开到第三家饭店的原因 就如餐厅经理康翠拉斯说的 台湾人的热情已经超越服务本身 透过各式活动和体验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来的旅游 正设计的林洪瀚 洛杉矶报道